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够语言 今天是第13期 在给您分享这期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地规函数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四语言 其中有这么一章就讲到了地规函数 当时我就没理解 为什么没理解 咱们想一般来说 都是说咱们在写编码 对吧 咱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在编码过程中 又有一个新的需求 咱们就要再调用另外的一个函数 对吧 函数签到函数 这是咱们正规的理解 对不对 地规函数是干什么 咱们定义函数 然后遇到需求之后干什么 他还调用自己 他不是去调用别人 他调用自己的函数又调一遍 比如说咱写了一个A函数 对吧 A函数里面 他又调一遍A函数 然后在调用的A函数里面 他还做自调用 乍一看 类似于死循环 是吧 其实不是 地规函数 其实是咱们的一种数据的计算的思路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今天咱们写一个具有累加功能的地规函数 其实非常简单 咱们马上看代码吧 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看代码 像Packet包没说的 Import Format没有问题 接下来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定义了一个可用于地规自调用的函数 干什么 求和 今天我定义的这个SUM函数 就是求和 在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参数 大家请看 叫做这个INT型的NUM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给这个参数传一个值 比如传5 传10 传几都好 然后他给我做一个累加 比如说 我传一个5 他就要累加12345 我这要传个10 他就要累加1234567890 他就是这么一个累加函数 一般情况下 咱怎么做 咱可能要做一个循环 然后做减一 对吧 然后做循环 每次减一 然后进行相加 对吧 其实咱们如果用地规叫 调用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个代码 地规函数自调用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SUM 地规累加函数 对吧 然后接收一个值 比如说是5 是10 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返回一个值 返回是结果值 然后咱们看代码的部分 如果大家请看 你传起来的值是1 那么我就直接返回1 不做任何的处理 如果你不是1 1以上 对吧 比如是2 是3 是4 那么我会返回什么 我会返回当前 你传进来的这个值 再加上 把你当前传进来的这个值 减一后的求和结果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 累加地规求和 然后呢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SUM函数里面 我在不停的调用SUM 仅仅的区别是 我在调用SUM的时候 这个参数 我是用我这个接口三述 传进来的值呢 把它减一之后再调用 乍一看 像是死循环是吧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会判断一下这个截值 如果你传进来的这个值 等于1的话 那么咱们就不再做自调用了 对吧 就开始一层一层的返回 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个累加的过程 有朋友觉得能不能做到 没关系 咱们运行一下好不好 OK 马上试试啊 我把它拷贝过来 今天给您演示 还是使用这个Google的collab 非常好的云计算平台 OK 这是咱们的地规函数 然后再考上 咱们怎么调 大家你看 我要做从1到10的求和 那么我在SUM这个地方 只要传一个10就可以了 OK 咱们想一想 从1加到10 结果是多少 55 对吧 咱们看是不是55 马上运行 拷贝过来 是这样 我现在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我主要想怎么说呢 今后往这个构源 往这个手机方向发展 包括这个人用智能 我也会继续做下去 有兴趣朋友 咱们可以一起学习 好 咱们在这个地方 书写了一个文件 然后马上执行这段代码 大家注意看 请上演 够 一说上演 感觉像变破数的 大庆出来了吧 55 没有问题吧 咱们再试试 比如说咱们 从1加到9 对吧 45 对吧 试一试 没有问题 是这样 如果您编写地规函数的话 有可能 您出bug的前提下 会造成死循环 所以说您要小心 如果特别是初学者朋友来说 我觉得您是应该慎用地规函数 以免出现系统中的 不可预知的死循环 您在测试环境中 出现死循环 您找到了 然后把这进程杀掉 您可以继续用 对吧 如果在生产环境出现死循环 那就是重大事故 所以说地规函数 功能很强 而且代码也很简单 主要考试的是您的思路 在生产环境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要慎用一点 好 这就是简单的 给您今天简单的运行了一个 累加的地规函数 希望对您理解地规有所帮助 其实很简单 就是自己调用自己 只不过是传的参数 略有变化一点而已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也会给大家分享到 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运行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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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